明晚的凌晨10分 巨人的最终季就要开播了 因为日本跟国内存在一个小时的时差 那么按照国内的时间算 应该是明天晚上的11点10分 巨人的最终季就开播了 你就说你激不激动 兴不兴奋吧 原本的我们这期节目是打算在开播之后 再来说一说聊一聊的 但是回念一想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憋不住了 为什么憋不住了 这还只能怪官方 当然我自己也有问题 我承认 就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一个人他在吃饱之后 逛超市跟在饿了的时候逛超市 那能一样吗 饿了的时候你逛零食区 那充满的到处都是诱惑 什么零食你都想买 但是一旦你吃饱了 你再去逛零食区 你觉得缩然无味 什么都不想吃 对 什么都不想吃 就是这个道理 我怕有人还说 我吃饱了我也想买 咱们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距离上次巨人第三季 完结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这期间每个日夜夜 哪一天不是魂牵梦绕 又何止是日思夜念 千场挂注 亏我私交的情绪 好比度日如年了 关于这期节目 我觉得我自身的问题 还是比较小的 主要还是怪官方 就说这几天官方做的事吧 从距离开播还有七天开始 它是每天都给你来一个倒计时 倒计时七天 倒计时六天 五天四天三天二天 两天 它就老对你说 对吧 我忘了 对不起 你不许忘 我再提醒你 我每天都提醒你 你说你每天这种消息狂轰乱炸 能不让人蠢蠢欲动 欲罢不能吗 我只能通过这无二的方式 来倾泻出我内心无比的激动 我在巨人大怜悯的爱 又是什么人物设计的 都来访谈 都来跟你聊最终记 你说说 你这不是诱惑人吗 不是勾引人吗 对吧 我能不聊吗 你这不是逼人家聊吗 过分了 咱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三个深忧的访谈 一个词 痛苦 维贵说的非常的明白 我痛苦 Alan痛苦 你也会痛苦 总而言之 最终记 你看了你就痛苦 当然 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 最终记会痛苦 这个肯定都有了心理准备了 作者就一直说的非常的明白 2013年他接受访谈的时候 他就说 他画这个漫画的初衷 他就是想给观众心中留下一点什么 要让大家印象深刻 就他的这部作品 并且他还说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最害怕的就是他的这个作品 没有批判的声音 如果没有批判的声音 那么 不如让他烂掉算了 就是说他更希望人家说 这个作品简直了 这个作品太过分了 到了2018年2019年的访谈中 他就说的更明白了 他就要伤害读者 那就要让读者痛苦了 这就说的明明白白彻得底底了 再来说这两位制作 一个是3D制作 一个是人物设计 总结一下 就是霸权社把巨人的前三季 做的这么高水准 到了最中间他们绝对不能拉胯 他们要继承霸权社的高水准 但是同时 他其实是想超越的 对吧 但是话不能说的这么明显 对吧 这关键还要看观众是不是吃他们的这一套 毕竟不是同一个制作公司吗 制作出来的效果肯定会有点不一样吗 是的 但是这个3D制作非常重要 因为巨人的立体制动装置 各种各样的 打斗它3D 其实在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大家也看到了 都是非常多的 就是说 如果是拉胯的话 它可能就是在3D这一块 会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但是MAPA的制作 3D应该是不会拉胯的 我反而觉得MAPA的3D制作上 完全是不用担心的 你去看益寿魔都 还是现在正在放的 热播的 咒术回战 对吧 有啥好担心的呀 但是话不能说到 对吧 总而言之 就是咱们期待 明天晚上11点10分的 巨人最终记开播了 好吧 今天咱们聊得很嗨 不外回也就两个理由嘛 明天巨人最终记要开播了 还有一个12月9号的135话 巨人也马上就要更新了 你是不是忘了要失业了 我知道 肯定有人要刷水视频 不管说什么 他都会刷水视频 的确很水 中午水就水吧 开心就好 只要你开心就行 那么咱们就回见 拜拜